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谈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036集 凤九儿对上 乔木认真的目光 也不想再逗她 没受伤 你也不相信吧 不过 我身体好 恢复得很快 其实也没什么了 只要多吃点大补 又美味的膳食 我相信 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乔木 我要吃烤鸡 喝鸽子汤 蛇羹 还有 只要你没事 你要吃人肉 我都给你弄来 乔木放开了凤九儿 狠狠松了一口气 凤九儿对上她的目光 摆了摆手 我没事啊 真的 就饿了三天三夜 吃饱就好了 不过 人肉 免了 话语刚落 她回头看着桌子上的药材 好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乔木汉手 转身欲要离开 诶 等会儿 我看看还有什么药材急需呢 乔木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嗯 我来帮忙吧 丢下一句话 她与凤九儿站在一起 雪姑和龙飞燕见面之后 两人往不远处另一间茅草屋走了过去 剑衣站在凤九儿身后不远处 安静地看着 并没有向前打脚 拖把可言在过来的方向停下脚步 也没有往前打脚 凤九儿一直说着草药的事情 有关那天晚上的事情却只字不提 乔木等她安静下来才轻声问道 是叶罗刹和地义 连同那个失态将你击落悬崖的吗 嗯 凤九儿点点头 就像是在回应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那般 啊 你 你就 恩一声就算了吗 凤九儿侧头看了生气的乔木一眼 轻声问道 现在 凤凰城里是什么情况 唉 听说今天一早 九王爷带着大军北上了 木木也被带走了 按照他们的计划 不攻占皇城 他们也不会回来 悬崖上很乱 看起来并不像只有三人将你逼落悬崖 据说是启文帝的人 我才不会相信呢 不过 九王爷相信就好了 他相信了就势必要北上给你讨回公道 这样叶罗刹和地义的目的也达成了 乔木说话的同时一顺不顺地看着凤九儿 却不想他并没有在凤九儿脸上看见任何的神色变化 这些你都知道了吗 乔木猝着眉毛问道 嗯 现在知道了 凤九儿轻声回应 他一直在将草药分类 并没有停止过手中动作 乔木还是不解 为何他会如此淡定 你是猜到了吗 嗯 凤九儿终究还是侧头看了乔木一眼 但只是一眼 他又收回视线 看着手中的草药 他们不达目的 是根本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的 我猜到了 那他呢 乔木的眉心皱得更深 你会跟着北上 还是 哎 对了 你刚才说你娘 是怎么回事啊 我娘 就是在皇城后宫里的 那位神秘女子 厉害吧 啊 她是你娘 她 她是你娘 却废了你的武功 这不惜让你冒着性命危险 天哪 九儿的娘真是太猛了 为了让九儿练就绝世武功 她娘的行为 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 不择手段 乔木深吸了一口气 回头看了一眼 低声问道 你娘 就是刚才站在这儿的 那位女子吗 亲娘吗 除了亲娘 还有几个娘啊 凤九儿侧头 摆了乔木一眼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些事情太不可思议罢了 对了 九王爷身边的人 千方百计要杀你 你和九王爷 该如何呀 啪的一声 凤九儿手中草药 被她折断 乔木伸手接过 她手中草药 轻声安慰 不过 你现在 还不需要多想 等以后 没有以后了 凤九儿 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摇头 哪怕 她很快 就像情绪 隐藏起来 乔木 还是感受得很清楚 为何没有以后 要不是这三个人 拦着她 她早就和剑衣一般 不顾一切 跳下悬崖了 九儿 九王爷 对你的感情 你是清楚的 可她 有她要完成的事情 你也很清楚 不是吗 她现在 在北上 是要给你讨回公道 而且 还是雪姑 帮忙说服了她 我相信 她不会放弃 这段感情的 乔木 心疼 地无涯 特别是想起 那天 在悬崖上的情况 她更加心疼 她说 她不相信你死了 哪怕 她临走之前 什么都没说 但等她平定了天下 她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九儿 你相信 乔木侧头看的时候 枪愣住了 凤九儿低头 躲过了乔木的目光 但刚才 她眼里的泪 还是滑落了下来 哒的一声 落在一片草药的叶子上 声音不大 却因为她的哀伤 显得有几分刺耳 凤九儿知道 她一定会难过 她甚至能想到 她站在悬崖上时 眼底的绝望 可惜 他们终究不同路 甚至 还是敌对的身份 她很无奈 却也无可奈何 剑衣向前 长臂一身 将凤九儿搂在怀中 凤九儿随意地 抓起她的衣妹 擦了擦眼角 尽量找找 这些药材 等我们身体好一些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凤九儿丢下一句话 转身往茅草屋而去 留下乔木 将愣在原地 张开口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眼看剑衣 转身离开 乔木跟了上去 剑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剑衣停下脚步 并没有回头 绣儿 龙家真正的仇人 是蒂乌亚的亲娘 所以 她俩不可能 乔木紧紧皱着眉 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 挤出来一般 怎么 可能 剑衣 没有再理会她 跟着凤九儿 走进了茅草屋 乔木 将愣在日光之下 四周明明是阳光明媚 可她 却完全看不见光芒 九王爷和九儿 怎么可能 哪怕乔木 很不希望 这是事实 但看情况 这事情 也不由她相信与否 事情与她无关 乔木 却感同身受 造物弄人 两个相爱的人 居然是侍仇 这一切 谁能接受得来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